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瓦维斯万十个港口 海边有很多西湖 西湖中有很多藻类 所以吸引了大批红河到此迷失 这里的红河数量很多 但因为瓦维斯万面积很大 西湖又浑山四处 所以感觉数量没有坑雅的多 坑雅的红河集中在伯格利亚湖 所以感觉数量很多 但是这里观赏的距离比较近 所以也很壮观 早上达成游艇倉游海湾区 欣赏西湖的生态美景 以及各种海鸟 蹄虎 蹄虎 软毛海湿 及蹄太优美的红河 最初他会转过来 为什么他要把他转过去呢 因为你会捏到 否则他会捏到鱼 好聪明喔 他会转过来 这里的海狮 海鸟及蹄虎 与船屋都已成了伙伴朋友 轮番上场一起搭档演出 让游客惊喜甜甜令令人难忘 这只呆萌的蹄虎像不像一尊公仔 只是没有机会遇到鲸鱼海豚 在海上遨游或在船边出没 有点可惜 下午搭乘四轮传动车 在海湾畅流 惊动了一群蹄虎 引起一阵骚动 一大群蹄虎布满天空 过影 看到这么一大片的沙球 心前整个开朗起来 有看到远处那两台四轮越野车吗 纳米比亚的沙 富含铁质 经过很久岁月的风吹日晒 铁仰华后变成红色 所以这里才与红色沙漠著名一世 风吹沙漠 沙漠中有很多散散发亮的铁沙 非常美丽 这就是知名的刀沙入海景观 通常海边都是平坦的沙滩 这里却是高重的沙丘 季风扫过 金黄色的沙里往海边吹拂 真有刀沙入海的感觉 山明子丸以沙海相连 倒沙入海著称 站在高耸的沙丘上 望着大西洋 沙海相连 海沙交织 场面极为壮观震撼 这一地理器官 已被联合过科家文组织 列入自然遗产名露 其实说来遗憾 会造成倒沙入海奇景的原因 就是因为气候沙漠化的因素 原本在内陆的沙漠 逐渐为海岸线移动 最终才形成了今日的景色 车子在沙漠与沙丘前狂飙 刺激而过瘾 从高高的沙丘上 缓缓往下滑降 可能怕车子四轮朝天 所以速度又没有很快 虽然有点可惜 但其实也蛮刺激的 反走过必留下痕迹 这真是最佳的诠释 红鹤是因为他们吃了烟壶中的藻类和浮游生物 所产生的虾青树 所以才会那么红 甚至连眼睛都是红的 好看 是夕阳照射下的金黄色海滩 心中一股幸福感油然而生 身处在这一片美丽的世界 心中满满的感恩